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老师要介绍南港区的面积 南港区位于台北市的东南边 它的面积是21.8424平方公里 面积排整个台北市的行政区的第五大 介绍完了南港区的基本的地理概况之后 接下来老师要介绍南港区的地理环境跟传统的产业哦 我们透过卫青地图来看看整个南港区 整个南港区几乎有三分之二是丘陵 丘陵的高度大约在400公尺左右 分布在南港区的南半部 也因为南港区的位置属于丘陵地形 所以气候温润潮湿 加上它是属于中海拔的地区 所以在200多年以前的清朝乾隆时期 南港区的茶叶跟樟老 可以说是台湾重要的出口的地区 除了茶叶以外呢 传统的产业还包括北半部的平原区种植稻米 番薯以及竹笋等农作物 介绍完了南港区的北部跟南部之后 接着我们来看看南港区的后山庄有哪些传统的产业 早期这里是南港区的煤矿坑 所以在后山庄里 新建了许多矿工的宿舍 形成的聚落 在以前农民农闲的时候 还会拨控到矿坑去采矿贴补家用呢 除此之外 南港区的传统产业 还包括有茶叶、樟老跟矿业 南港早期三大产业 后来因为年轻一代慢慢的外出工作 所以传统的产业渐渐的没落了 接着老师来介绍一下南港区的主要的交通 南港虽然位于台北市的东南边 但是因为清朝的时候煤矿业发达 就已经新建了公路、纵贯线 以及设置南港站以利运输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南港路是南港区最主要的公路 还有捷运的板南线 另外火车站以及高铁站也在这个地方 在南港的北边沿着基隆河 有一段环东大道 另外国道3号也经过南港的东南边 而南港车站因为政府BOT案 采取多元化的经营 像是CityLink百货 近年来陆陆续续新建了国道3号南港交流道 环东快速道路方便开车进出南港 这张图是台北捷运图 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南港区设有5个捷运站 使得这里的交通非常的便利 分别是后山皮站、昆阳站、南港站、南港展览馆站 以及南港的软体园区站 接着老师带领各位同学透过一个空拍的画面 来了解南港区的交通现况 我们空拍的地点是在南港区玉城国小的操场上面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南港路、成功路 以及向阳路口车水马龙的现况 这里是南港区非常繁荣的地方哦 小朋友看完了南港区的乡土环境地理片 是不是对南港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呢 也欢迎小朋友继续观赏库克云其他的影片哦